那么这一棵像这个品种它长得比较多 我们这种细若枝既然不让它开花 那我这细若枝的叶子就留着 但是没有叶子的枝条我们去剪掉它 首先我把这个细若枝先确定要留哪些 我先给它留着 这些小细若枝 下面这小细若枝 只要它有叶子就留着 那么其实真正难搞的是这些枝条 我要哪些枝条开花 那么你看这个 这是夏天的时候剪掉了 伤口都干嘛了 但是你看下面的芽没有发 你家里的花园里面 你像婚礼蜘蛛经常会穿这种青草 衣服里面 其他的衣服里面会有 尤其夏天间 它不发怎么弄 你不管不行 这时候一定要剪一个新的伤口 刺激它花园 像这种没有叶子不发芽的 那既然它定好了高度了之后 跟它挨着的 这个侧面它也是阻力军 然后呢 这个 然后呢 我认为如果是我的预计 我就这么剪 你看啊 为什么 这个是最粗的 最强的一个枝条 其实越是粗的枝条 它下面的根系就越发达 那么这个我剪了 会对整个枝条有影响 因为把叶子先剪掉了 而且它是我剪掉的众多枝条上 它的叶子最多 因为它上面两个叉 保留的叶片最多的 那么这样 我把它这个弄件的花包枪 我不想让它再发芽 但是它的叶子制造养分 这个最粗的 这个我不让它长 然后制造养分 攻击我这些细的的 然后这个是因为它太细了 整个这个枝条是没有活力的 我们来看 你看这根枝条 这是有活力的枝条 我们能感觉出来它有力量 枝条很粗 表面的这种蜡枝很厚实 这些枝条都很粗很硬 上面在我剪掉的时候 你看上面都有新芽 然后这个上面也有新芽 但你看这新芽长得很小 而且整个枝条 就是一种颓废的状态 所以说这根枝条 比如说我们的营养师 它的叶片 还有这个小叶子片 制造养分 回过头来攻击它 它为什么 长不起来了 你看 这根枝条特别粗壮 你看 它俩是连在一起的 也就是这个粗枝条 是它下面长成的事 这根粗的 把它的养分凑走了 所以说 这两根 你们就是做营养吧 保证这些长起来 那我对于秋天 它恢复的时候 我这些枝条长起来 会很漂亮 就这一根比较丑 但是呢 因为这个时候 整个都没有叶子 你要什么通风 要什么透光 不需要 等它们都长出来了 它们使命引完成了 再咔咔咔解掉 就完事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能明白 自己的想法很重要 时操是灵活度面 所以说 在我讲的视频里面 更多的是 希望大家知道 叶上怎么看 然后去一盘看 当然了 你也可以给它 咔牙支 咔牙支 但是这个太粗了 保证 我是天朗 下回再来 所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